刘备率领着文武在成都城外万里瞧边 给关羽祭奠招魂 他是边祭边哭啊 哭的是人人伤悲各个落泪 最使人伤心的是什么呢 那么大的一位汉寿庭侯威震华夏的关羽 死后落得一个尸首埋于一处 关羽的人头埋在了河南的洛阳 尸身埋在了湖北当阳 而他兄长刘备的目前呢 却是只有一套衣冠 刘备怎么能不难过呀 刘备亲手就在这儿给二弟关羽 修了这么一座衣冠种 直到现在这座衣冠种还保留着呢 在哪儿啊 在四川省华阳县南 关羽是一员了不起的大将 那不假 不过他不是什么神人 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 那么怎么给他修了那么多的庙 给他加了那么多的官衔呢 那都是各代的皇帝啊 为了自己的需要 强加给关羽的 直封道关羽是三界伏摩大帝 神为远镇天尊 官圣帝君 甭说别人呢 就是关羽本人活着才也记不住 这字太多 自从兄弟三人桃园结役之后 立下了誓言 弟兄几个人 要保国安民呢 现在刘备霸业 没能成就 可是二弟关云长 已被江东孙权杀害 刘备能不难过吗 他哭的是死去活来啊 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掉泪 看着汉中王刘备哭得太伤心了 那真是哭得天悲地气 是山水凄凉 树木伤心 铁石人 站在旁边这儿 你也得掉眼泪 特别刘备提到关羽这一声 在场的人呢 听着更有点受不住了 有好多人 与关羽是相处多年 可是还有好多人呢 光听说关羽这个名字 从来还没见过 今天听汉中王这一说 哎哟原来关羽关云长 是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哎 他死得太可惜了 自从关羽长取凡成水烟七军 升起了鱼劲 刀斩了庞德 为阵华夏以后 在后汉当时 几乎没有几个人 不知道关羽关云长的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关羽的出身 关云长的出身很苦啊 感情光公不姓关 他姓什么呀 他姓夏 官公的老家不是山西吗 不错 他家住山西应城县 谢州镇长平村 官公的父亲呢 在长平村那一带 是一位很知名的医生 这位夏先生 医道很高明 人缘也很好 夏先生娶妻胡适 胡适长得很美 也特别勤劳 夫唱夫随的 这日子过得很好 没想到祸从天降 有一天啊 胡适啊 出门泼这个干水 哗着一泼呀 急了一点 没留神 有几个人正从这路过 这一下就见了人家这么一身 胡适赶忙 过来给人家赔礼 这几个人之中有一个为首的 冲着胡适微微一笑 这人年纪就在四十上下 生着一张圆宝嘴 那嘴角往上翘着 一年四季 你看他呀 总是那么笑呵呵的 甭管他生多代的气 他越生气呀 别人看得好像 他越有什么美事在心里 那么热滋滋的 胡适啊 举目一看吓得一跳 不好 怎么呢 他在家做姑娘的时候 就听说过在谢州镇这儿 有一个出了名的大恶霸 人送一号叫笑面胡 胡适心想 可别是他呀 我的天 这母头就走 嘿嘿 果目其然 正是这笑面胡 这大恶霸一瞧 胡适娘子 哎哟 我见那美人多了 还没看见一个 像这个人这么美的呢 这简直的好像是 画一声画的那大美人 跑到这儿来了 太美了 美得这笑面胡啊 差点来了个倒车胡 他要翻跟头 简直站这儿都看傻了 这两个眼睛一直盯着 胡适进了门把大门关上 笑面胡才问手下人 我说 这是谁家的美人啊 他手下的管家赶忙过来了 哎呦我的庄主位 要说别人不认识 还行 您不认识 咱们谢州镇 映城县这一带 所有的美人 谁您不认识啊 您怎么单单会不认识他呢 这这这 哎哟 我都替您有点难过呀 这不是那夏先生的夫人吗 胡适娘子 这是咱们谢州镇这儿一带等处 第一流的美人呢 我为什么今儿个陪着您从这条道上走呢 我就想啊 说不定 庄主 您能碰上 您看看 多巧啊 啊 刚才水点子 溅在您的身上 那算得了什么呀 小绵虎一定 对对对 甭说溅我身上几个水点 就那一盆干水都扣在我脑袋上 也没什么 他是谁的妻子 夏先生 哦 就是那看病庭有名的那人呢 对 哎哟 小绵虎咧嘴了 他就管家一看 庄主 您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就没病呢 我能不能得点病啊 我好跟这边夏先生近乎近乎 他这管家一听 嗨 那不要紧啊 您就装点病呗 我装什么病啊 我说我发药子 咱们这一带啊 不太爱得这样的病 您就说您啊 眼睛发弩嘴的发苦 腿肚子发酸 脑子发胀 我把那位夏先生不就给您请来了吗 对对对 我说啊 你们帮我回家吧 哦 您这病来了 好吧 这几个就把笑面虎给架架去了 回头这管家就来请那位夏先生来 夏先生为人很忠厚 当然他非常了解笑面虎这个人 他是这一带的恶霸 当地的一些的黎明百姓都恨他 可是不管这人怎么坏 他现在不是有病了吗 夏先生一想 我怎么也得给他看看去 再加之胡适也没跟他说 说我出门泼水啊 泼了这笑面虎一身 没说这帐子事 因为胡适啊 怕丈夫担忧 所以夏先生听这管家 这么一说 他就跟着来了 来到笑面虎家里 这笑面虎是热成款待 哎呦哟 背后韭菜 这通招待 也不提看病的事 先请夏大夫连吃带喝 吃喝当中 他就在这酒里头给夏生毒药 把夏先生给药死了 然后笑面虎让管家带着几个装定 到夏先生家里去 把胡适给筐来了 说是夏先生给别人看病啊 还没等着给人家看呢 他自己病倒了 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胡适一听很着急啊 当时为家思索 跟着就来了 等来到笑面虎的庄上 笑面虎一声令下咔嚓 大门上了栓 二门上了锁 他就要逼婚啊 胡适当时真想和这笑面虎一死相拼 可是一个懦弱的女子 怎么能拼得过呢 自己真想一头碰尸 可胡适又想 现在自己身怀有孕 已经回胎三个月了 我绝不能碰死 不管是男孩是女孩 这是夏二世家中的一条根牛 我得把他生下来 胡适想到这心生一计 这才告诉笑面虎 等我把孩子生下来之后 咱们再结亲 笑面虎一听 那行啊 不是就几个月吗 只要你能答应了亲事 二年 我都等着你 他吩咐一声 把东跨院给娘子收拾出来 让他就在我庄中这盒静养着 合着呀 这位夏先生就无影无踪了 有好多人看病找夏先生也找不着了 找他的妻子也找不着了 慢慢有人知道这个事了 知道了又怎么样 敢怒不敢言 谁敢到当官去告 你到当官去告又当如何 当官呐 和这笑面虎都一个鼻孔出气 他早就把钱花到了 都运动完了 所以笑面虎还是那么坦然自在 只等到小孩降了声 笑面虎高兴了 我这就要与美人成亲了 这时会儿他的管家来告诉他 说庄主啊 胡适生的小孩很怪呀 啊 笑面虎一梦 怎么个怪法啊 哎呦 这小孩是个小红脸 那两道眉毛啊 跟两条小子孩似的 一双丧木 您说这孩子生的多惊奇呀 这怎么办呢 这个 是男孩是女孩啊 你跟我说清楚点 啊 对了 我告诉您了 是个小男孩 小面虎一听咧了嘴了 这可不好啊 下家有后了 这孩子日后要长大成人 知道我害死了他的父亲 霸占了他的母亲 他能轻饶得了我呀 干脆我把这孩子扔到山里边喂狼得了 他找来了一个仆人 给了他一钉银子 让他把这孩子扔了去 这仆人就把这小孩裹吧裹吧 就被抱走了 这仆人抱着这孩子走到山口这儿 他站住了 自己反复想了一想 哎呀 我家庄主 笑面虎这事儿办的可太损了 把那么好的一位夏先生给要死了 把夏先生的娘子给霸占了 还要把这孩子扔到山里头喂野兽 我就真忍心这么做 就得给我这么一钉银子 嘿嘿 他就给我一钉银子 我也不应该办这种事 我呀 别把这孩子扔到山里去了 我就给放在道边上吧 如果孩子真要遇上好心人就把他抱走了 孩子这不是捡一条命吗 对 我就是这个主意 这仆人 这仆人咬着牙一跺脚啊 他跑到一个石子路口 把这孩子往道边这儿一放 把自己衣服脱下来 把这孩子又给裹了这么几层 随后 他回来了 这仆人离着这庄子还老远 他就跑啊 一直跑进了笑面虎的书房 跑的他是满头大汗 去世带船啊 哥主 我 我把这孩子扔到一个最深的山剑里了 哦 哎呀 笑面虎上下一打领他 那你怎么这么狼狈啊 我怕人看见呢 你的衣服呢 我的衣服不瞒您说啊 我跑着跑着 我太累着了 我就把他脱了扔了 我都吓崩了 笑面虎一微一笑 嗯 这事你办得不错 日后我得好好赏赏你 退下去吧 他把这仆人给打发下去了 笑面虎真的以为 把这红脸小孩 给扔到山剑里了 其实没有 胡适娘子知道了 说是把自己生下来的孩子 给抛到深山野岭去了 胡适大哭一场 是自尽而亡 上吊了 扔到边那红脸小孩呢 让人给捡了去了 有一个卖豆腐的老头 此人姓官叫官城中啊 官老汉卖豆腐 每天是从这儿走 今天走的这下 他就听 有小孩哭叫的声音 嗯 官老汉一愣 这儿哪能让小孩哭 这什么地方这是 是我听错了吗 不能啊 他导着这声音就过来 走着三岔路口 这儿这么一看 果然路边 这儿放着一个小孩 哦 官老汉赶忙 把豆腐挑子放下 这不这小孩 拾起来抱着怀里 这么一看 是越看越喜爱啊 官老汉夫妻俩 心下没有子女 哦 官城中笑了 那这真是天赐我 这么一个娃娃呀 这是谁家的孩子呀 他连问了几声 也没人搭理 那我就要把他盗走了 说完了 官老汉豆腐也不卖 挑着挑着回来 他兴冲冲的进了家门 连连喊他的老伴 他老伴以为出了什么事了呢 赶忙出来这么一看 哎呦 这豆腐挑出去多少 挑回来还是多少啊 怎么一块没卖啊 结果你怎么了 不卖豆腐了 我捡了宝贝来了 你看看 说着把这小孩 就递给老太太了 老太太这么一看啊 也喜欢得不得了 合着 就把这小孩给收养了 哎呀 这孩子咱们得给起个名字啊 官老汉想了想 别看我是个穷卖豆腐的 我捡了这么一个儿子 我还得给他起一个响亮的名字 哟 官老汉为这个名字 东奔新走了 到处请高人 给他这孩子起名字 只要您这名字给起的好 起的响亮 听着顺耳 叫着好听 我呀 供您白吃三棉豆腐 人家有学问的人 一听也乐了 用不着 你不是就为给孩子起个好名吗 再说你一夸 你这小孩也了不得了 长得那么出奇 我们去看看 还真来了几位 到官老汉家这么一看啊 这些人还真都愣住了 这孩子生的相貌 倒是语重不同 面如重枣 残明凤雾 哎呀 是得给起个好名字 哎 这么着吧 就叫他官宇吧 就是大鹏的翅膀 一盏翅 九万里 可以翱翔于云天啊 怎么样 就叫这名字吧 就给起了这么个名字 叫官宇 官云长 一来二去 孩子长大了 这孩子生的力气非常大 十几岁啊 就当着父亲挑着这挑子 走几十里路 都不用歇气啊 两位履历过人 而且是习武爱恋 官城中老汉挺高兴啊 这样一来孩子身体好啊 那这么着吧 别跟着我呀卖豆腐了 你呀 去学铁匠吧 哎 就把官宇给送的谢州镇 学铁匠去了 这铁匠铺里什么活都打呀 刀枪棍棒 斧月 勾叉 什么都做 哼 一做这些兵器呀 官宇更高兴了 他做好一件 他就要练上一趟 左近的周城 府县 哪有练武的人 他抽空 就去拜访一次 跟人家请教 请教 哎 官宇得了不少的真传 后来自己亲手打制了一口青龙焰月刀 重八十二斤啊 没事他就练这口大刀啊 官宇二十来岁的时候 那就称得起是万人敌了 谁也鄙视不过他 有一次官宇回家省亲提着大刀 回来了 进门一看 呦 官城中老夫妇啊 满面愁容 嗨声叹气 官宇愣了 说爹娘为何愁容满面呢 官老汉一看 哎 云城 你有所不知啊 咱们这镇子上不是有个大恶霸叫秀面虎吗 他欺人太甚了 最近他把各个村子那井啊 都给霸起来了 不让黎民百姓去打水 只许到他家门前那三口井去挑水啊 还不让老人小儿去 也不让男子去 专要那年轻的妇女 到他门前打水 如果他看谁长的美貌 当时留下来 得给他家做一年的苦归 这不是明无张胆的强男霸女吗 而这些百姓到官府去 告官府根本不管呢 嗨嗨 谁还敢上那儿去挑水啊 逼得一家一户全都远逃在外 离开了家乡啊 咱家的豆腐也做不成了 我去挑水的不让挑 没有水你怎么做豆腐啊 官宇一听其又此理 这个秀面虎欺人太甚 待孩儿找他便离 我去问他 官城中老韩一把没抓住 官宇提着大刀就走了 他倒真痛快 到了笑面虎家里 不容分说 抬腿一脚破门而入 没用三言无语的功夫 他就把那笑面虎一青龙刀给劈了 这一刀劈的好啊 不然给当地的黎民百姓出了气 也给官宇自己报了仇 原来自己亲生父母就死在笑面虎的手中 官宇不知道啊 他把笑面虎给杀死了 官府不让了 立刻就捉拿他呀 官宇不敢再回家了 也不敢再回那铁匠铺 提着青龙刀 远逃在外 官城中老汉听说儿子闯下 这么一个踏天的大祸 是连着急 再害怕老夫妻两个 双双投了井了 官宇提着青龙大刀 流落四方 除霸安良啊 有一天他走到卓郡地寨 看见好多人站在那盒在看那告示 其中有个人看完了告示把眉头一皱 长叹了一声 官宇这才过去跟这个人搭话 叹气这人是谁啊 刘备刘玄德 官宇从这儿结识的刘备 认识了张飞兄弟三人是桃园结义 立下了宏图大志 上报国家下安离数 官宇苦读春秋 惊求武艺 持指望保着兄长刘备 一统天下呀 可惜呀 兄长刘备的霸业还没有完全成就呢 这位官宇 官云长 就被江东杀害了 官宇虽然立下那么多的功绩 有那么大的本领 他的为人也不错 可以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帅才 不可多得的大将 可是官宇有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他刚愎自用 大义轻敌呀 这次他最不应该的 就是忘了诸葛亮军师那八个大字 让他东河孙权 北拒曹操 所以才造成了这么一场悲剧 按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给刘备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啊 连自己的性命也搭上了 今天刘备站在这儿 祭奠二弟官宇 把官宇的这些好处都想起来了 尽管二弟傲气凌人 脾气很大 刚毕自用 但是二弟官宇是自己一条臂膀啊 胳膊呀 刘备怎么能不难过 能在场的这些文武呢 特别是认识熟悉官宇的人 和官宇将军相处过的人 更是万分悲伤 因为官公为人非常好 他的为人是敬重世代府 福许下人 他对上啊 虽然说是傲上而不灵下 他这个傲上 是你必须得看得起他 他就看得起你 你要是小看官宇 不管你是什么人物 江东孙权大不大 在他的眼睛里 是闭眼儿 因为他认为 孙权这个人 非常不讲信义 官公他心里望外 看不起他 今儿个在场的人啊 都想起官公那些好处来了 在官公面前 两个人要是吵了嘴 闹了别扭 人家官公摆下一桌酒席 把你们两个人给请来 坐在这儿一边喝着酒 一边谈着心 用这种办法 就把你们这个冤冤啊 给你和解了 所以官宇的为人 和三将军张飞大不相同 张飞对氏大夫也很尊敬 您看他在磊阳县 对待旁统旁氏员 张飞很客气啊 但是他对他的下属啊 有时候他闹脾气 特别喝了酒之后 他就爱鞭打士卒 所以有人说呀 官宇和张飞这哥俩 云呼云呼就好了 那哪云不得了啊 就是个大家在这儿 跟着汉冲王一记一遍官宇 哎哟 哭得就甭提多 伤悲了 诸葛亮 咱们一看 这样哭下去 怎么能行啊 他赶忙过来 解劝汉中王 不能再哭了 主公应以国事为重啊 刘备咱们一听 先生说的对啊 刘备又往空大败了几败 在衣军中的周围 刘备赔上了几桥土啊 随后刘备手扶着悲解一跺脚 安 二弟 你耐心等待几时吧 等待预寻我取得碧眼儿孙权的手绩 再来祭奠二弟的英明 刘备的话 刚说到这儿 只听远处里 一流一声马斯 啊 汉中王与诸葛军师举目 这么一看 只见从远处里 飞来两匹快马 风驰便撤 跑到汉中王的跟前 这两个人夸来马就勒住了 军师一看 原来是自己派往洛阳的两个探报 这两个人翻身下马 扑通王 汉中王 跟前一跪 其主公我等有密室 禀报